今天来到纽约皇后区 一家要转卖的中餐馆的门口 老板约好了 一会儿拍给大家看一下 老板请问您贵姓 我姓陈 你这家餐馆是转让还是出售 转让给人家 看一下 他这是中餐馆 他这个餐馆开了十几年了 也是老店 现在这里全部都做好了 什么消防的煤气的 然后皮面你自己拿过去装 拿过去开只要做点广告 menu 招牌就可以了 还行 反正你自己能做这家店是可以做的 外面这个周围都是居民楼 他周围好像是有个大商场 要到下面 这个地面都装过的 这是做堂吃还是外卖 唐室外卖都可以 还可以改任何厂都可以改 这里的里面设备都可以用 这里的面积有将近1000尺 还有地下室 如果做外卖跟唐室一点面积够用 这个就是煤气对吧 这个重新画图纸把它重新做过消防 还有这个重新画的图纸 拍的都可以用排骨炉 排骨 对 烤排骨 这是网汤 青团菇 还有庄麻菇 抽菌 还有骨头 还有锅锅 还有洗手间 这是菜箱 菜箱这里面都可以用 全部都修理过 放心 还有下面是地下室 这里是后门 夏天的时候可以把后门打开 加货点谁说现在是没有人手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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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人比较多一点 都是住家很多 治安是非常好 他的居民收入也是 属于偏高一点点 我刚才过来看到还有一家小学校 对 这家店 最少人做到家庭店 以前他生意做到4万左右 他以前做4万左右 但是你这里的住家这么多 你如果4万是一个月 那还不错 还行 还行 反正他就是老店 反正你有什么特别的枪 比如说做点特别的枪 品牌一点的 可能生意还会往上降 这位华人多不多 华人有一点点 白人比较多一点 这种店也不是说卖店 反正也是减的 就等于说 人家如果有兴趣 有能力来做 就等于是减的店 这个为什么不做呢 因为我自己还有另外生意做 因为第一是难手不够吧 第二呢 我自己还有另外一家家货店 如果要呢 就可以把我电话号码留在里面 就行 有什么就跟我联系 嗯 嗯 嗯 人家都要画 都要画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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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老板的餐馆可以顺利转让 寻找到一个新的有缘人